今年二月新竹车站和同有百年历史的东京车站结为姐妹车站 新竹车站是巴洛克风格 东京车站是红砖欧风相互映照非常有趣 东京车站建立于1914年中间历经了关东大地震 还有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在2007年就启动了修复工程 让它恢复到原始美丽的样貌 2014年还曾经举办过车站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其实台湾有很多火车站都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 但是我们的保存方法都是拆掉重建 这些美丽的车站早就不见踪影 异想世界特别前进东京 看看日本人如何保护自己的古迹 冬天的东京街头冷空气弥漫 这栋三层楼高古典欧式红砖的建筑 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东京车站 这栋三层楼高古典欧式红砖的建筑 这栋三层楼高古典欧式红砖的建筑 最初中央楼高古典欧式红砖的建筑 成立后东京駅改变了 这栋三层楼高古典欧式红砖的建筑 1914年由日本建筑大师陈野金吴 打造红砖欧峰的东京车站 日本知名建筑师腾森造姓 就赞誉他是近代建筑史的代表作 2月初102岁的新竹火车站 和东京车站结为姐妹车站 新竹车站1913年正式启用 结合巴洛克和哥德式的古典建筑 是日本人松奇万常的作品 他和陈野金吴都是日本当时著名 的建筑大师 两者风格虽然不同 却相互映照 而且都是台日两国重要的文化资产 坐落在丸志内区的东京车站 紧邻知名的金融商业和政治中心 更是首都重要的交通据点 回到100年前 东京车站建成后 历经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还有1945年二战空袭 外观受到严重的毁损 2007年正式启动修复计划 但是60年前只有黑白照片 红砖以及内部大厅的颜色 难以准确判定 工程异常艰巨 一共400,000枚形成的框 是用于第三层桌的墨 日本政府重建1914年的原貌 将因为战火毁损的三楼修复完成 现在可以明显看到红砖颜色的差别 原貌重现的东京车站 包括当年圆拱形的屋顶 还有八角天花板 每个角落都有生肖 蛇 龙 羊等等的雕刻 欧峰外观中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 2012年9月整修完工 东京车站正式开幕 开幕焦点灯光秀以全新科技 重新赋予百年建筑 令人惊艳的风貌 重新建客的东京车站 目前是全日本最多月台数的车站 根据统计 平均每日有将近四十万人次 见证了首都城市的繁荣景象 有楽町の方もそう あとは八重洲の方もそう みんな全体となって 次の100年に向かって この姿をどうやって次の世代に 活かしていくのか 残していくのか 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 日本人の心だと思うんです これをつないでいく だから東京駅としては 2017年の春 丸の内の駅前広場が完成いたします それをもって いわゆるハードの部分は終わりです あとはソフト 私たちはそこに心を入れていく それが私たちの仕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历经大地震撼战火的洗礼 日本人没有舍弃历史 百年传统火车站 焕然一新 以充满活力的灯光影像 继续迎接下一个100年